在第一集中,我們有提過一件事 我們叫做本體感受 本就是一本的本,體就是身體感受 英文我們叫proprioception 我現在想示範一下給大家知道 其實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本體感受 但我一個人做的就不行 所以我有請我今天的 YES! 被嘉賓嚇到我 好了,我以後留言分兩隻手這樣挖起來 這個我們叫做90度 理論上,如果我的本體感受是正常的話 我就知道什麼是90度 但現在我這樣說 可能是因為他的眼睛看著 所以他才知道90度而已 我就會跟他做一個測試 怎樣做呢? 來言分,待會我這隻手怎麼動的時候 你這隻手就跟著了 譬如我屈起來,這隻手就跟著屈起來 我蹬直,你就跟著蹬直 如果他不是眼睛看著 他的身體的本體感受是對的話 他應該跟得很足 你明白的意思嗎? 我明白 你明白 這個叫做 不要太心急,先睜開眼睛 我打算,免得看著你 對,這個叫做屈起來 這個叫做90度 這個叫做蹬直手 你見到留意 我的手跟他捉的時候 我是捉他的旁邊 我不是捉他的前面 因為我捉他的前面 他不是靠這裡會感覺到 我是前還是後 所以我是碰到旁邊 而且我是不是很用力的 明白了 OK 要閉眼了 麻煩你 好了,跟著 我看到了 沒錯 不錯 不錯 這個就是他自己 靠他的身體的感覺 去跟著另外他的旁邊去做 你看見 劉彥芬的本體感受 是非常之好的 OK 頭是不需要動的 好的 那意思就是什麼呢 如果他不是靠看著 他不是靠關節的感應 你說其實這個很容易 如果你身邊有些老人家 長者 或者有些是曾經 譬如中過風的 或者我們不是在手上 坐在腳上 其實有時候不會跟得那麼足 你看剛才他跟得很快 那本體感受是非常之好 OK 那大家對這件事 有更加深刻的形式 當然,跟做運動 是有關係的 謝謝 謝謝